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天相接 湛蓝的海水 洁白柔软的沙滩 点缀着各色玫瑰花的婚礼 可以想象现场是多么的浪漫而美好 婚礼即将开始 突然传来了孩子的尖叫和哭喊声 是旁边免费的儿童游乐设施出了事 带我跑去看到现场的场景时 我忍不住尖叫起来 吓得双腿发软 小朵正躺在沙滩上 眼睛紧紧地闭着 头后的沙子已经浸满了鲜血 我扑通一声跪在小朵面前 连沙子割伤我的膝盖都没有察觉 一个孩子边哭边解释 说不知道怎么了 小朵就从滑堤最上面头朝下栽了下来 头部正好装在一个小石头上 当时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下面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意外 我已经完全傻掉 只知道跪在那里浑身颤抖得不停地哭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小朵被送到医院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摔竟然直接伤了脑干 回天法术 医生宣布小朵去世的那一刻 我只觉得天塌了下来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我沉浸在小朵离开的悲痛中 久久不能自拔 仿佛我的魂魄已经离了渴 彼时 婆婆跟了旅行社正在国外旅游 暂时回不来 担心我过于悲伤 丈夫决定两天后给小朵下葬 婆婆是小朵下葬三天后回来的 丈夫却接得机 当知道小朵意外去世的消息 婆婆凄惨地哭着 后悔没有见到小朵最后一面 埋怨我连孩子也看不好 斥责丈夫对我太宽容 是个怕老婆的怂祸 所有人都被悲痛的气氛包裹着 心情沉重 出事以来 丈夫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可想而知 此时 面对婆婆的斥责 她的情绪彻底崩溃 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 不是吗 妈 你就别埋怨了 婆婆突然吼了起来 沈梅就是个祸害精 她逼着你去结渣 现在又害死我孙女 就是想让咱家断子绝孙 婆婆已经悲伤到完全失去理智 疯了一样的就要打我 沈梅 我们家对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为什么 巴掌落在了丈夫的身上 婆婆边哭 边贪婉在地 泪眼朦胧中 我再一次晕了过去 其实丈夫结渣是她自己自愿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身体就是很容易受孕 在生女儿之前 我已经流产了三次 生女儿时 丈夫陪产 她被那惨烈的生产场面所震撼 惊得双腿发软 出了产房 丈夫便流着泪向我忏悔 说她不该逞自己一时吃快 让我在之前遭遇到流产的痛苦 她深情地亲吻着我的脸庞说 老婆 你太辛苦了 我们以后坚决不生二胎 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 可没想到她竟然偷偷去做了结渣手术 我又疼又怒 同时深深地感动着 一个男人只有疼到你骨子里 才会如此吧 本来这件事是一直瞒着婆婆的 女儿满周岁那天晚上 婆婆突然催生 说趁着小朵还小 赶紧再生一个 两个孩子搭伴长大 我心里莫名的慌 我知道婆婆一直是盼着孙子的 丈夫接过了话茬 说 沈梅生小朵的时候差点就死了 身体到现在还虚弱着 二胎的事再等等 婆婆把丈夫的搪塞 理解成是我在丛中作梗 朝我一顿披头盖脸的训斥 丈夫忍无可忍地说出了实情 可没想到 丈夫的话彻底捅了马蜂窝 婆婆更是把责任摊在我头上 哭得特别伤心 说我蛇蝎心肠 为了自己的私欲 竟然逼着丈夫在身上动刀 结渣 那不就变成了皇宫里的太监了 我和丈夫哭笑不得 结渣和变成太监有什么关系 不管丈夫如何解释 婆婆认了死理 一是我是个有心机 且经常歹毒的女人 二是她永远也抱不了孙子了 因为她儿子已经不是男人了 从此我和婆婆的关系 更是直线下降 只是碍于丈夫的面子 没变成仇人罢了 如今女儿小朵的去世 成了导火索 婆婆彻底炸了 她逼丈夫和我离婚 每天会登门把我的伤疤 无尽地揭露出一次 这种日子真的是生不如死 去做书经馆付通术 是丈夫提出来的 她说 或许再生一个孩子 就会驱走家里的悲伤 婆婆也不会这么不依不饶 我惊喜万分 没想到书经馆还可以再复通 这个消息 无疑给原本 阴云密雾的家庭 照射仅希望的光亮 医生说 像丈夫这样的岁数 复通成功率还是特别高的 在小朵离开三个月时 丈夫却做了手术 我和丈夫满心希望地去复查 可结果却让我们越来越绝望 常规检查里 根本就检测不到小蝌蚪 这就意味着手术失败了 当婆婆知道这个消息时 再一次爆炸 丈夫替我辩解 说结诈是她自愿的 以后不要再拿来说事 婆婆没想到 丈夫会怼她 气得差点晕厥 看着婆婆那惨白的脸 我和丈夫都心情沉重 孩子是这个家痛苦的根源 也是这个家最大的希望 丈夫毫不犹豫地 去做了第二次复通术 或许是老天爷 故意和我们作对 第二次手术又失败了 虽然医生说 有个患者连续做了五次复通 才成功 可我们还是绝望不已 我们咨询了医生 丈夫的器官没有问题 可以通过穿刺的方法 或许健康的小蝌蚪 于是我们打算做试管婴儿 可那段时间 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为了保证睡眠 我不得不吃药 做试管婴儿的事 便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时间一晃 小多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 按照老家的风俗 一周年继日 原本就需要请本家人吃饭 虽然一年过去 可能戳在心口的悲伤 却依然清晰锐痛 我哪有心情吃饭 婆婆自然不一 婆婆一家早在多年前 就从老家搬到市里住 而本家人大多都在农村老家 我们知道拗不过婆婆 就商量着 只请室内的几家人 象征性地吃顿饭 可婆婆疯了一样的不同意 寻死觅活的 说在老家 白氏和红氏一样重要 小朵去世时就没有操办 一周年继日 无论如何要补上 这不仅仅是对本家亲戚的重视 也是对逝者的尊重 否则会被戳几两骨的 最关键的 如果不操办 还会折老人的瘦 丈夫屈服了 我真的没有任何经历 和婆婆纠缠 可当丈夫告诉我 酒席估计要摆三十桌时 我还是惊呆了 同时从内心深处 涌出了无尽的悲凉 寂日那天 我们天不亮 就启程回老家 因为头一天 我安眠药吃多了 头一只是昏昏沉沉的 衣食特别繁琐 我只觉得 到处都是乌鸦鸦的人 大家脸上没有任何悲伤 谈笑着期待开席 我木偶一样地 按照主持人的指令做事 这一切我都可以忍耐 可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婆婆竟然 让我和丈夫挨折敬酒 已经被悲伤摧残的 无力支撑身体的我 怎么还有精力和力气去敬酒 我果断地拒绝了 婆婆气得差点撕了我 丈夫没有忤逆婆婆 独自敬酒去了 我听见很多人在唏嘘安慰婆婆 婆婆开始不停地抽气 那晚 婆婆没有和我们回城 丈夫说 她在多年不见的老姐妹家住几天 我和丈夫心情都很糟 一路无话 几天后 婆婆来电话 让丈夫回老家接她 我也没有多想 可傍晚的时候 丈夫来电话说 一个本家亲戚订婚 留他们在那里吃晚饭 可到第二天直到晚上 丈夫依然没有回家 我给她打电话 她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说 不是告诉你亲戚订婚 留吃饭吗 昨晚是请帮忙的亲戚 今天中午才是正习 不过她中午喝多了 所以还要再待一晚 我隐隐觉得 说出了什么事 面对我的关心 丈夫的嗓门突然高了八度 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活该你失眠 一期间我听见婆婆 在催促丈夫赶紧挂电话 和她有什么好说的 真是 挂断电话 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我不晓得我做错了什么 惹怒了她 第二天丈夫回家了 看见我的黑眼圈后 她深叹一口气 向我道歉 说昨天心情不好 不该向我乱发脾气 说完还把我揽进怀里 拍了拍我的背 我无语苦笑 自从小朵离世 一切仿佛都不一样了 我开始到处寻找 治疗失眠的偏方 如果一直吃西药 是不可能把试管婴儿的事 提伤日常的 可这事 不可能一蹴而就 短时间内 我还是需要药物 为息睡眠 自从女儿出事后 婆婆便对我诸多怨恨 每次见面 不是冷嘲热讽 就是指桑骂怀 所以我俩很少接触 那天 陪闺蜜逛街时 想着婆婆快过生日了 便买了一件真丝连衣裙 准备送给她 和闺蜜道别后 我又去买了一些保鲜品 提着礼物 向婆婆家奔去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孩 我当时就愣住了 还以为走错了 我正要后退看着楼层 婆婆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丽 谁来了 妈 是我 我主动回答 我轻轻地看到 婆婆脸上的笑容 瞬间垮她 她板着脸说 你来干什么 嫌我不窝心是不是 我努力控制着内心的愤怒 把礼物放在地上 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踏进屋里 我不理会婆婆的叫嚣 打亮着面前的女孩 婆婆突然紧张地 把女孩护在身后 这是你表审的侄女小丽 学康复治疗的 我不是腰疼吗 喊她过来给我治疗 我狐疑地盯着婆婆 她的语速极快 脸色也涨红了 小丽倒是落落大方地说 原来是嫂子呀 秦南哥经常提起你 丈夫经常在她面前提起我 莫非她已经来了很久了 回家的路上 我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为什么婆婆那么护治小丽 真的只是康复师 那么简单吗 我没想到 答案那么快 就浮出水面 而且还是丈夫主动交代的 那晚睡前 我突然想到家里 没有酸性人粉了 我在一本药书上看到 将酸性人炒香后抹粉与白糖 一起放在煮沸的牛奶里喝 对治疗失眠有帮助 或许是我抹粉的声音 让丈夫很烦躁 她突然疯了一样地冲进厨房 朝着我大吼大叫 一天到晚瞎折腾 早有一天把自己要死 然后开始唠叨 说她在单位忙了一天 只想回家好好休息 我这又是制造噪音 内心积累的委屈和愤怒 被丈夫的话彻底激发 我撂下手里的活 声泪俱下地哭诉道 我愿意这样吗 我还不是想赶紧治好失眠症 摆脱那些药 赶紧给你们勤家生个孩子 怎么就是给我们勤家生孩子 难道不是也给你自己生 丈夫反常地怼我 话敢话 我们第一次打吵 我哭得很悲伤 曾经从我爱我的丈夫 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艰渴 本来说好第二天陪我去看中医的 可第二天一早 丈夫就没了踪影 看中医回来的路上 我顺道去市场买菜 那三人突然就撞进了我的视线里 小丽挽着婆婆的胳膊 笑得灿烂无比 丈夫提着菜在后面跟着 俨然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的心哗啦地碎了一地 我直接迎了过去 直直地盯着丈夫 婆婆根本不顾及我的情绪 领着小丽转身离去 在我的逼问下 丈夫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丽早在女儿祭日那天 就和丈夫相识 后来婆婆在老家住了几天 就是在和亲戚磋商这件事 还有后来 丈夫去接婆婆 借着亲戚订婚的事 在老家住了两天 也是为这事 婆婆要撮合小丽和丈夫 原来如此 丈夫胶着的解释 说她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我冷笑了 没有那个意思 那最近 她总是反常地朝我发火 对我各种嫌弃是为什么 她说 是因为她压力太大 婆婆说 如果她不同意 就死给她看 她害怕 所以只是在哄婆婆不开心 就因为婆婆的威胁 她就要去天天演戏 那这戏 是不是要演一辈子呢 她在我面前 是否也在演戏 我告诉丈夫 三天内 让小丽搬出去 否则 我们只能离婚 然而三个三天过去了 日子照旧 我果断提出了离婚 丈夫愁眉苦脸地 让我再给她时间 时间 我的一辈子就那么长 我不想再被她拖下去 不可否认 曾经她确实很爱我 现在 或许她依然爱着我 可她更爱她的妈妈 在我和婆婆 矛盾交战中 她像个旁观者一样 胶着 却不付出行动 最后她又担心 婆婆自杀 为由屡次地欺骗我 或许 她的心里 也曾经为小朵地离开 埋怨过我吧 为我屡屡不能实施 试管婴儿的事 而恼怒过我吧 也或许是 她已经对小丽动了心 我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 不知道她此刻真实的想法 但有一点 我无比坚信 那就是她再也不能 坐我避风的岗 一周后 我们彻底分开 走出名正局的那一刻 我的心头忽然无比轻松 仿佛卸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迎着太阳 我将手指放在面前 透过纤细的手指 我看见阳光 欢快地在我指缝里跳舞 从这一刻起 我要忘掉过去 迎接新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